梦桑 说实话挺有压力的 自信 自信 自信然后 谢谢你们 欧欧欧妹有问题 每天打开欧欧和欧妹一起 支持我的作品关注我的活动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一波 说实话挺有压力的 就是在第一次录制的时候 因为要以导师的身份要提很多意见 说很多话 怕自己说不出来 然后因为那些哥哥姐姐们都还挺能说的 然后但是录的时候还挺轻松的 就自然而然的 还说了比较多的话 太可爱了 不是特别的气 我期待这个节目赶快播 因为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我们就是1001个女孩子们也非常的努力 好看 然后担心的我们没有 我自己的标准是 我不是那么看重你 这个人的舞蹈实力有多么的强 比你的控制有多么好 当然这也是基本 但是我比较看重的是对音乐的表现力 我整个舞台的表现力跟感染力 对音乐的控制能力 还有就是 把握每一个音乐的 各种音乐风格的那种表现力 对 也会有几个个别的选手会出现分歧比较大 我自己比较值 但是 我是先看他们怎么处理 如果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向去处理的话 那我就不说话 如果是不是的话 我还是会 多少都会提出一点意见 此涛哥的话 真性情 然后 那个 陆志祥 小猪哥的话是 搞笑 艾拉姐的话 也是搞笑吧 然后我觉得 会员编导师 很专业 然后杰克很认真 我那个时候是真的是被淘汰 再也见不到了 就会 非常的难受 但他们的话 其实分到另一个班 但是也有这样的感情 就那个时候的话 我是还挺感动的 尤其是在他们第一次考核完之后分班的时候 就要面临自己的班级的朋友们 队员们要分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虽然他们就只是分到另一个班级而已 但是他们也会很难受 希望这次录制101的女生们享受过程 相信自己 会 今年的话我会出一些自己的单曲 就是做我自己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就是做一行爱一行吧 谢谢你们 就可能一直陪伴我的粉丝们也好 或者是刚刚喜欢上我们的粉丝们也好 然后 谢谢你们 然后我也会 更加努力 让你们感受到 荣耀感 这俩加一块吃肯定更好吃 跳舞 自信 闷骚 然后 霸气 另一种放松方式 然后也是让我 另一种的快乐 快乐的方式吧 感谢所有帮助我的 推荐大家看头号玩家这个电影 游戏玩家的话 就是更要看的电影 非常好看 然后里面也会出现很多 游戏玩家知道的那些游戏角色也好 道具也好 然后 对 总之就特别好看 谢谢大家